立法會及政府足球隊 事隔六年在星期六再次舉辦友誼賽 行政長官李家超 伸穿政府隊的紅色球衣 一到場就被多名立法會議員問到 為何不支持立法會隊 李家超強調自己的波三母號碼 兩隊都支持 他在致辭時提出兩個職效指標 要求友誼第一 以及踢好這場香港足球賽 給所有人看到我們行政立法共同的香港隊 如何攻堅我們的成績 這個使命和KPI是高的 因為全力以赴還要打成一片 我和主席都看著你們表演 今天很榮幸行政長官能夠親身來到現場 和我一重主持開球禮 可以見到行政長官非常重視 行政立法的關係 亦都展示政府和立法會是齊心去支持體育運動 開播約五分鐘 立法會隊已經率先射入一球 去到二十分鐘左右 政府隊射入一球追平 不過在上半場完結之前 政府隊再接再例入多一球 二比一領先 中場休息的時候 梁君彥就帶著一南香蕉來 向一眾立法會議員帶叫食蕉啦 議員都好聽話一起食蕉補充體力 下半場開始四分鐘 立法會隊斑回一成 打成二比二平手 政府隊期後再入一球 最終以三比二勝出 結果 為止 三比一旦 歓反應 這是 我們